听听嘉宾们聊聊他们在钢人波旗发生的有趣的故事 下面先让我们通过一小段视频感受下钢人波旗的感觉 哇 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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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段视频感受下钢人波旗的感觉 看完视频我想大家和我一样感慨大自然的壮丽 钢人波旗是不是很美 那究竟为什么许多人都对钢人波旗特别的神往呢 那今天我们有幸的邀请了当地藏族的导游 班丹曲桑给我们做介绍 班丹曲桑他是土生土长的西藏人 今年27岁2010年开始从事钢人波旗导游工作 十年来他带团转山86次 人数最多的团达到210人 以外国团居多 在一次次转山的过程中 他也在一点点礼物深密的真理 现在他成立了自己的公司 西藏太阳旅行有限公司 他说到他最大的心愿 就是带大家经过转山之旅后 找到自己类型的力量 超越物质的束缚 实现生命的升华 那就让我们一起听下 班丹曲桑关于钢人波旗的介绍吧 曲桑你好 真好 大家好 麻烦您给我们介绍一下钢人波旗吧 好 真好 各位大家好 现在咱们看到是我背后是 钢人波旗神山 咱们经过那个21团队 21个人团队 昨天从经过12个小时 咱们到了目的地 神山钢人波旗教下 所以我们西藏来说是 钢人波旗是学生之宝 学生之宝 也是每年在西藏这边人 特别多在转身的旅渡上 所以总共在这个 转身的旅渡上有54个公里 所以一般都我们旅渡 是三天时间 三天时间 所以我们平常是当地人 可以用那个 一天时间的工作的 一磕头的人特别多的 所以他们都是每年在 从目的地自己家乡 从大部门买几千多公里 所以他们一直到这里来 来转身 因为我们西藏来说是 转身是因为我们 世界和平 因为不是自己的 个人的问题 因为我们要全世界 要我们平安的意思 所以都在选择在这个 季节 特别多人 每年都在这里来 还有是 当仁波旗是我们 很多那种世界的各地 主信仰造 认定为这个世界的主心 所以在各地来在这里 还有朝外 转身 那一般我们转山呢 一般是需要三到四天 那你觉得我们就是 需要拿些什么东西 然后怎么样来转呢 因为这时间是这样的 因为这三天里 我们要解约自己的物质 还有呢 太少点藏 比如说是你转山 可能现在那边网络 不是特别好 那我们就再人先谢谢 谢谢我们的 办单取丧 给我们这么详细的介绍了 嗯 感谢观看 我们刚刚听了导游的介绍 我给大家补充一下 刚尔波奇它是位于西藏阿里地区 普南县境内海拔是6656公里 同时它也被中国西藏禀教 印度教和账团佛教 即古奇纳教认定为世界的中心 然后它的山形是如感染 大家可以从那个图片中 就是之前的视频中可以看到 它是形状像一个皇冠一样的金字塔 四地非常对称 周围如同八代年花四面环绕 而它并非这一地区最高的山峰 但只有它是中年积雪的峰顶 能够在阳光照耀下 闪耀着奇异的光芒 而这个呢 就是转山呢 是指对宁幸的大山 反复绕走了一种仪式 是朝拜神山最神圣的方式 那我们相信大家对刚尔波奇的了解 又深了一步 那也让很多人心持神往 而转山之路 风雪 风霜雪雨 道足且长 这是一场关于精神体力 意志与赖历的考验 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去胜利其境地 去感受刚人波奇的神秘与美丽 而今天我们很有幸地邀请了 几位曾经去过刚人波奇转山的朋友们 请他们来和大家聊聊 在刚人波奇转山的感受 听听他们的故事 那让我们先有请 今天第一位嘉宾洪芳姐 洪芳 新疆乌鲁木齐人 国企药厂驻新疆的医药代表 曾于16年和18年两度转山 他说去的时候 觉得对体力和毅力都是一种极大的考验 回来后觉得生活中没有什么过不去的 洪芳姐你好 洪芳姐 你得就是把那个静音取消 大家中午好 洪芳姐能跟我们聊聊你去 刚人波奇转山的故事吗 好嘞 今天非常有幸要在这里 跟大家一起分享去 港人波奇转山的这个经历 也非常感谢大家呢 在中午这么宝贵的时间里来听我们分享 无论如何都希望大家能够耐心的听下去 我呢是在那个2016年和2018年去转了两次 在2015年呢是由于有几个朋友呢去转山 转完之后呢发了一些图片回来 因为我平时喜欢旅游也喜欢运动 然后呢立马就想着 要是第二年有人去的话我们就要去 第二年呢也正好就有有组织 盈盈当时也在参与了这个事儿 然后呢我当时也 其实我对转山真的没有很好的去了解过 也没有做任何攻略 当时一说去立马就报名 然后和新疆还有一位姐妹一块去了 当那去了之后甚至在转山的过程当中都不知道 就是说第一天要转多少公里 第二天多少公里 第三天公里都不知道 就跟着导游 反正就想着他带着我们走就行了 我们在路途上的时候呢 还经常问导游 还有多远多远 第一次的时候导游就说 哎呀快了快了 然后到了第一天 我们要走20多公里都走在路上 他才跟我们说起来要走20多公里 而且我们对20多公里也没有概念 到底20多公里我们要走多远多长 都不知道 然后就晕晕乎乎就跟着他去了那样的 在第一天的时候呢 走到那个快到终点的时候 其实我们也不知道 然后导游说他前面走 他去安排那个住宿 然后呢我就坐在那个有一块石头 就觉得挺累的 想在那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就看对面有一个山 然后呢哎就坐在那儿就想 哎我正好静坐一会儿也休息一会儿 就感觉到因为走了这么远之后 那些心体还是有些燥热的 虽然那温度并不是很高 而且心里头也有点焦急 那个有点焦虑那样的 就是不知道走多远才能到那个住宿的地方 然后没想到坐下来几分钟 一下子整个身体 就看了那个山一会儿就很凉了 而且内心也静下来了 也挺享受这个感觉的 就坐了多一会儿 就坐了大概有半个小时 在我前面 我对面站着有一个藏民 他站了好久看我 他以为我要干啥 或者担心我会怎么样那样的 然后等我一看我 睁开眼睛起来了之后 他就走远了那样的 我大概又走了十几分钟之后 导游就打电话说 在前面没多远你们怎么往哪边拐 哪边拐就要到住宿的地方了 在那的时候我也不知道 我对面我坐的那个山是什么山 然后往前面走 到了那个住的地方之后来 然后有人就说 后面山背后就是房子 我们住的房子背后就是那个港人搏器山 我说那就是港人搏器山 我就赶快跑到房后去了 一看有个大石头 我就赶快爬到石头上面 因为在那个房子后面的那个山特别近 就像你隔了一个玻璃那么近 就在你面前特别的巨大那样的 哎呀 然后呢 刚坐了有几分钟就开始下雨了 下雨了之后 哎呀我说我再等一会儿吧 没想到越下越大 哎呀不行了 赶快就下来了 下来之后就回到房子里去了 回到房大概过了半个多小时 然后后面的人就陆陆续续都回来了 回来之后你知道吗 我们在这种状况下都累得他们都不行了 一头倒在床上之后 都连饭也不吃水也不喝了 当时就有六个人 然后就说第二天不行我们要骑马了 然后导游立马就安排了六匹马 当天晚上就从下面牵上马马 扶牵上马上来那样的 第二天他们就骑着马就是上山的 我们呢就依然还是走路的那样的 但是上山可以骑马 下山之后就必须走路 因为有雪还有冰 然后马就容易滑倒会摔下来那样的 然后到第三天的时候其实还很好 就是还可以有车可以坐 到第三天的时候就四个人坐上车下去了 所以如果要去的人不用担心自己的体力 如果你的身体健康是没有问题的话 是可以去的那样的 我们到了第二天的时候早晨的六点多 然后就又开始黑黑的 什么都看不见 还下个小雨 我们又出发 出发到九点多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是港人搏器山 已经在我们的身后一点点 有点影子了 就在那个山里头 而且有点雾蒙蒙的那样看着 到了十二点的时候 我们就看不到港人搏器山了 就是说 其实第一次我在这个很短的时间内 跟港人搏器山一个偶遇 甚至就最后就很快就擦肩而过了 其实在我心里头真是留下了 还是有一份遗憾的 哎呀我真的都一没有 我其实这一次回忆的时候才发现 我竟然什么攻略都没有做 就这样蒙蒙抖抖的去了 而且经历了这么一次那样的 回到住的地方时候 然后大家第三天的时候呢 第二天其实非常是考验的嘛 考验的 然后呢我们在导游的就引导下 就边走边休息 边坐边休息 然后这样才慢慢到了山顶 五千七百多米 到了之后下来的时候 相对来说还算顺利一些 然后后面就是都是平路 大概又走了十多公里 第三天呢就比较方便了 就是十多公里 就是平坦的路 我们就到了下面的那个住的地方 叫塔青那个地方 其实我们真正坐下来之后 在大家会餐的时候才想起来 感觉到哇 我们的体力真的还是得到很大的考验 在那之前我们不知道就是说 在走的五十多公里是什么样子的 我们心里都没有说 然后呢对我们的毅力 因为在往第二天去往五千多米 五千七百多米走的时候 你真的是呼吸 甚至是大喘 然后呢大概走个五六步就要坐一下 大概走个有时候十多步 就要坐到石头上歇一下 然后再走 当你下来之后你再回头看 呀真是的 我们怎么就是怎么有这么大的毅力 都走下来了 然后下到山底下了 其实那会感觉到自己的毅力和体力 真的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而同学也感觉到 哎呀我们的体力真的还是很不错的 那种的还能这样都下来了 最后在我们生活当中 等我们回来之后才发现 其实我们真正我们最大的 是在我们的内心里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我虽然在那个感人波奇山对面 静静的就坐了那么半个小时 其实呢我真的是感受到了很强大的力量 回来之后呢也发现在生活当中 我再次遇见什么事情的时候 不管是洗还是背的 好像都没有任何感觉了 特别是对物质方面也弱了很多 因为我们在那吃和住都是非常的朴素 就是说你没有去选择的 因为甚至在那三天当中 脸也不洗牙也不刷 然后就这样三天下来的 就是像我前面说的 我回到生活中才发现 我这次转山之后 给我最大的影响就是 在生活当中觉得没有什么难事了 你不管在遇见什么的时候 都可以坦然的过去 而且呢就是说 在物质方面呢 没有要求的那么强烈了 就是为什么会去第二次呢 也是因为我真的心里有一份遗憾 我没有跟港人波齐山 有更多的去接触 所以在了2018年的时候呢 然后又有人说要去的时候 我又毅然决然的 又决定要去 去的时候我们这次就 因为有第一次的经验之后呢 我们就安排了 在港人波齐山要多住一天 然后让我们有更多的时间 然后更加近距离的 来和港人波齐山有一次接触 所以第二次的时候呢 我第一次呢 如果用我两个字来概括的话 就是挑战 真的是对我们的身体体力和毅力 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那第二次呢 我如果用两个字来形容的话 应该就是享受 因为我们知道有多长的距离了 我们知道呢 就是这个路途上 大概要经历什么了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们第一天的时候呢 我们就很轻松了 到了那个 每次在路上呢 累了 然后我们就找个地方 几个人一块静坐 静坐一下 冥想一下 一下子觉得像冲了电的感觉一样 然后又再继续开始行 又开始走 所以我们前面呢 这次那第二次呢 我们是11个人 我们6个人一直在前面 就基本上都没有落太远 而且呢 大家的速度也差不多 到了住宿点的时候 我们竟然比我们第一次早到了一个多小时 在6点多的时候就已经到了 所以我很吃惊的是经过了两年之后 随着我们的年龄的增长 但是我的体力没有减弱 甚至呢 我们在那个 就是到达的时间还反而提前了 就让我觉得都没有任何预料的时候 一下子就到了我们住宿的地方了 这是我真的也是对我自己的体力 还有就是回想一下 应该是我们这么多年练瑜伽之后呢 对身体体力真的还是有个很大的一个提升 然后呢 也对我们是一个考验那种的 到了呢 住了第一天 也就到了他们这次要到的那个止热室 居住的时候呢 晚上我们就很安静的居住了一晚上 第二天早晨呢 我们就起来之后呢 因为我们的窗户是对着港人过去山的 我们早晨呢 起来之后就可以正正对着那个地方开始 静坐冥想那样的 那种感觉 真的是无以用言语来表达的那样的 因为我们第二天到中午的时候 我们穿饭就又到呢 外面去因为小河旁边 刚才我们像我们那个影片里放的一样 然后呢 面对着那个港人过去山的时候 我真的是仰视着这种山 就是藏主人在说转山的时候 真的是怀着内心的一种 非常的一种虔诚来转 对我们来说呢 可能就更简单了 就是一个很简单的徒步 但是在那一刻的时候呢 我看着这个港人过去山的时候 我觉得它在我内心真的就像兄长 又像父亲 真的是那种雄伟 在我内心里头让我对男性 真的有更加多了一份尊重和那种仰视 其实这部分呢 在我们的内心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然后乃至在我在生活当中的时候 我在跟男性去在处理工作上的 一直是和我的丈夫去相处的时候 其实都有很大的改善那样的 当时呢其实我也没有意识到 只是觉得真的就想把这种山放在 拆到自己口袋里带回来 就像把这种感觉 深深的放在自己的心里带回来 那样的 所以那一天呢就是 安静的让自己在那享受的待了一天 第二天呢又开始早早的 就去又去爬山 去到那个第二天 其实也可以 我也可以用一个词 就觉得是有惊无险的 因为我们是第二次 我是第二次去了嘛 对我来说就相对来说 体力上是很顺畅的 那么每一路呢 我们就是尽量的有经验之后 就做到就是不要闷着头 就在那光是爬山 然后呢我们就是走一段 然后休息一下静坐一下 走一段静坐一下 休息一下 哎这样子就会发现你不累 然后呢你又会有足够的时间的 欣赏绷紧 然后这样三天呢 我们就这样很顺利的就下来了 下来之后呢 真的我在最后的时候一天的时候 碰见了有一位 一个儿子带着他有一个妈妈 那样去转山 这个妈妈呢是60岁 这件事情对我还是 真的是印象挺深刻的 因为呢 他那个妈妈呢是60岁之后 必须要签一个生死协议 就如果你过了60岁之后 你要去转山 你在山上发生了任何问题 由你自己负责 然后在西藏这个塔清地区 他是不会做任何负责的 他这个儿子也非常孝顺 就带他的妈妈 当时在第二天的时候 也碰见过 但是没有说话 第三天的时候 我们到了第三个 最后一个休息点的时候 我们遇到了一起 就聊了几句 我当时其实脑子 立马就生起来一个念头 哎呀 我到60岁之前 我要能再来一次 我不知道我当时 我的体力 我的耐力 到底到底什么样一种状态 到底到底什么样一种状态 其实那次也给我留了一个念头 就是我不知道我在60岁之前 我是不是还要再去一趟 而且呢 我去了之后会怎么样 所以我也还蛮期待的 就是不知道 我这个念头 我这个愿望会不会实现那样的 所以我的简单的就这样分享一下 也非常感谢就是 就是念玛拉沙龙来邀请我来 那个分享 我们对战山的这个感受 其实刚开始给我说的时候 我已经过去了四年了 我真的印象是有点模糊了 慢慢这几天呢 我就是慢慢慢慢 把我的那些记忆呢 从我的脑海中给调动出来 我真的 其实我内心的非常感谢你们 这次来邀请我 让我就有时间 然后呢 又再去把这些美好的回忆呢 又再找回来 而且呢 在这几天当中呢 我也感觉到 真的我的脑子里 不断地在浮现 那些念头和那点点滴滴 然后就觉得 哎呀 真的是非常美好的一件事情 我也今天真的非常高兴 我在能够分享 我的那个这些经历 希望呢 大家听的能够感谢兴起 谢谢大家 谢谢黄光姐的分享 特别好 然后下面我们有请第二位嘉宾 苏珊姐 苏珊是香港人 现居比利时 去年七月份的时候 跟不同国籍的老外组团转山 最想说的是 天从人愿 如果你的意志力 愿你够强的话 尽管困难重重 上帝也会给予帮助 成就事情 那先让我们看一下 苏珊在转山途中 拍下的视频吧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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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藏民一邊走一邊拜 我們走一邊很辛苦 他們還要這樣拜 真的很厲害 他們不看頭地 我也對他們不看頭地 這樣就很清楚 所以你們會開心 我喜歡老死 也有不聽到 老死 我們早就開始好 這也開始了 其實穿的老死 保護人物 稍後 好 老死 1 2 2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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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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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 6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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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9 9 9 5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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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9 一点点高原反应有点高反,有点头痛,当时还是熬过的。 然后后来我就想,我很想去那个港人波齐的城上, 因为就是传说,他们就说那个世伯神的家就是在那个港人波齐。 所以我就想,我下一个想去的地方,就定行定位就是那个地方。 其实我去那个很源头的地方也是冥冥中有所迁移的, 然后就把我引到下一个目的地,就是那个港人波齐。 但是这个已经是十年前的愿望,但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也不知道谁会去。 因为我对那些朋友他在印度的,然后他们也不知道会不会真的去港人波齐, 因为港人波齐不在印度的境内的。 有很多印度人都会去,但是他们就是要很多文件啊,这样子的。 所以比较难可以成团,然后我是香港人嘛,我不是印度人嘛, 所以我要去的话,我想应该就是跟中国的游团吧。 我就一直把这个记在脑子里面,然后后来我就移民去了比利时, 然后就一直在盼望什么时候我会有机会去呢? 然后后来几年前我去到有些瑜伽的一些瑜伽室, 我们中国的瑜伽室已经开始主团去了。 然后那个时候因为我还在别的时,我回不来,我就觉得很不开心啊, 因为这是我的我的愿望,就是我就觉得我在我这一生日里面最起码有去一次。 如果我真的去不了的话,我就觉得我死不瞑目的那种那种愿望很想去。 然后后来去年我就感觉到机会好像来了。 然后呢,因为中国和瑜伽的关系呢,然后有一些老外他主团去, 然后就问我们中国这边有没有想去啊? 然后我就说好吧,去吧。 然后我就跟那个老外一起主团,然后就出发。 但是那个时候就是因为老外跟我们中国人就是那个证件工夫们都不一样。 然后他们通过的关卡,还有拿着文件都不一样。 所以我们那个团也是二十几个人,但是我们中国人跟老外又分开两台车。 我们中国家人就有,我们中国人就只有五个人左右。 然后全程都是老外的那个那台大巴就有导游, 我们小车的几个人我们就没有导游。 所以全程我们都是好像没有什么导游去带着我们,都是我们自己走的。 然后呢,沿途中有什么比较印象深刻的人和事。 对啊,我们就是在住宿和吃饭的地方大概都是全部人一起的。 然后在路上的话一般都是各自各的。 然后再我们去到日克厕那个地方左右。 然后我们因为五个中国人嘛,然后三个人一个房, 然后另外两母子的话他们就一个房。 后来我们有一个女的,她就身体不舒服了。 她又头痛啊,又吐啊,然后又高反。 她有高反。 然后我就问那个导游, 然后说你给我们的房间是那个说是三人房的, 然后说其实是两人房,再加床的, 可不可以换大一点点,因为我们朋友不舒服。 然后那个导游跟我们说, 你们这个旅游团不是来享受的,是来吃苦的。 我就想那好吧,如果真的没条件的话, 我们没办法了,我们就帮忙去照顾那个朋友。 然后希望她最起码可以去到那个港人波西区, 所以看见就三。 然后后来她都挺坚强的,挺有毅力的一个女的女生。 然后后来她就是跟我们一起, 也没有骑马,什么都没有,都是徒步走完长城。 真的非常的厉害。 然后这个,这个是第一个,就是看见就是转上的话, 真的是一定要有毅力。 她就是她途中也有想过怎么怎么样, 但是最终她都决定她一定要完成, 因为她很大的毅力和决心一定要把它完成。 虽然她有高反, 虽然沿途我们能看见她有时候都是挺辛苦的。 但是她最终都完成了, 但是其实我自己, 我第一天到西藏拉萨, 我就已经有高反了。 然后的过程就是因为我, 我临出发的时候, 我在家里, 家里要装修还刷油, 然后可能太累了吧。 然后后来我就慢慢就觉得, 我想有点咳嗽, 有点感冒, 然后人家就说, 如果出发前有感冒的话, 最好不要出发, 因为她就挺危险的。 去到那个高原的地方的时候, 可能会有肺脊水, 肺水肿, 然后可能会有生命的危险。 所以我就尽量建议, 如果出发之前有感冒的话, 尽量不要出发。 后来我就跑去看医生, 本来我一般都不看西医的, 那是因为就是希望可以快点好, 我就跑去看西医。 然后呢, 我告诉医生我要去西医, 然后他就给我一点药去吃, 然后我应该不是一般的感冒, 我就本来从小就有一点点, 就是扁桃腺炎。 然后他应该那个时候是扁桃腺发炎。 然后医生说, 你过两天再回来再看一次最好, 比较好一点。 然后我去两天要好了一点点, 然后再回去看医生的时候, 我看见他开给我的药是气管药。 然后我就想, 不是我的气管有问题吗? 我还要去那个, 去转三, 然后不管了, 那就去了吧。 然后我就坐火车在广州出发去拉萨, 坐三天的火车。 然后沿途在火车上也不停在咳嗽啊。 然后我在广州有一位朋友, 都是跟我一起坐火车去的。 他也在沿途上就有点, 就给我摸一些精油啊, 看看能不能好一点点。 然后去到拉萨的时候, 然后我也在拉萨买点药吃。 但是吃什么药都吃不好, 还是一直在咳嗽。 然后我是可以告诉你, 我是这个咳嗽, 咳到全城, 咱们上海在咳嗽。 然后在拉萨, 拉萨做火车回, 回去广州, 一直回到香港还在咳嗽。 我在香港还咳了一个多礼拜, 才还没有咳, 全城都在咳嗽。 所以当我都到了山上的时候, 我觉得在晚上的路上, 第一天路上, 我已经觉得我应该已经有气管炎。 真的咳得很厉害。 但是很奇怪的是, 我咳了这么多天, 吃什么药都吃不好。 但是我没有嗓子痛, 我嗓子一点痛都没有, 就是不停地咳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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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然后也讲不了什么话。 在山上转双的路上, 我一讲话, 讲几句我就又咳了。 所以我一般都没什么讲话。 其实挺好的, 就是可以更加把助力放在内在, 把助力放在心肠作为的风景。 然后就享受那个沿路的那个石, 怎么说, 就是可以多点方追在内在去感受一下沿途, 是怎么感受。 嗯,对了。 然后呢, 因为我一般都自己一个人走嘛。 因为老外他们自己走, 因为都是跟俄罗斯的, 他们一个团, 因为很多俄罗斯人他们, 连英语都不会讲, 所以就没有怎么跟他们交流。 有时候看到沿路看见他们, 有时候就说一下, 哈喽怎么样。 那是因为我一般全程都说自己一个人走嘛。 然后我就学了一句藏语, 加西德勒, 加西德勒。 然后沿途看见藏人的时候, 我就跟他们, 加西德勒, 然后他们都很惊讶的, 啊,你说加西德勒, 他们都很开心的。 然后我觉得那些藏人他们是真的挺友善的。 然后沿路我经过, 我们那位团永是印度人, 但是他不是在印度的, 他是住在尤利市的。 然后看见有些站着跑过来, 跟他说, 因为他, 他没有请背负, 因为我们转上的时候, 你每背一样小东西的, 在身上其实就好像你背着一块大石头一样。 所以呢, 导人就跟我们说, 你们要不要请背负。 然后很多人都觉得自己可以, 可以, 自己可以处理, 所以他们就没有请背负。 然后那个, 那个脑外了, 那个英主人他没有请背负, 还背着很多东西啊, 他的糖尿病药啊, 什么什么的东西都背着身上。 然后就, 他第一天走了不远, 他就坐着, 啊, 这样。 对啊, 然后我看见那张人走过去跟他聊, 然后我就, 我就怕他会, 人家会就是, 有些地方嘛, 有些地方嘛, 我就怕人家可能会, 帮他拿东西呢, 然后跟他, 要钱怎么怎么样的, 我就去, 我去了解一下, 因为我能说普通话嘛, 然后我跟那些张人说一下, 你们是不是背负啊, 我想他可能需要, 真的需要背负。 然后那个张人没说话, 就跑了, 然后后来我就问导游, 我说, 那些人是不是过来, 想帮他背, 背东西, 然后跟他拿钱呢, 然后那个导游说, 不是的, 那些张人, 就是在转伤的路上, 转伤之前, 背负是导游帮门找的, 但是转伤的路上, 是没有背负的, 那些张人都是好心, 很善良的, 就问你要不要帮忙, 但是他们, 不懂普通话, 当然也不愧英语。 那些张人真的非常的好, 然后我就沿途就跟他们, 看见张人说, 珍惜得乐, 珍惜得乐, 他们都好开心的, 然后其实在, 对, 是在第一天的路上, 其实我自己本来就, 不停在咳嗽嘛, 然后也觉得, 走得挺辛苦的, 但是我就, 不想了, 不想什么都不想了, 我就看到冤枉, 就完成完成, 就是不是说, 那我说, 天从人怨嘛, 就是我们, 就是真的有, 很强的愿力, 但是当然是, 在善良的一个方面, 然后, 上天会给你帮助的, 然后, 我走得很辛苦, 很辛苦, 很多藏人都看见, 我走得很辛苦, 然后, 然后, 有一次我路过, 看见两个, 呃, 呃, 两个妇女, 然后我就跟她们说, 加西德勒, 然后, 所以我是挺辛苦, 拼命的喘气, 哈,哈,哈, 我还是笑着跟她们说, 加西德勒, 然后她们又笑着回我, 加西德勒, 然后后来, 再厚一点点呢, 有一个小女孩, 然后呢, 她那个, 那个妇女呢, 就叫那个小女孩过来, 因为那个小女孩, 她总说胡说话, 然后呢, 就跟她, 她不就说什么, 然后那个小女孩就跟我说, 你要不要帮你背背包啊, 我帮你背一下啊, 然后我就想, 呃, 我说不是很好, 我还要走一段路, 然后那个小女孩就很有声, 没关系她, 我帮你背我帮你背, 然后我就把我的背包, 给她, 给她背上, 然后呢, 一路走, 一路跟她聊天, 哎, 不就干什么, 我跟她聊, 我就没怎么可笑, 这很奇怪的, 我觉得好像, 像这样, 像这样, 拍她过来帮助我的, 然后后来, 呃, 我临走的时候, 差不多到的那个, 呃, 我们住宿点, 嗯, 十日四的时候, 因为,呃, 有一条桥要过的, 因为在那个休息点的时候, 导游跟我们说过一下, 我们走了一段路以后, 我们要过桥, 然后我就跟那个女孩, 女孩说,呃, 我要过桥, 然后那女孩说, 她们不过桥, 然后我就打电话给导游问一下, 觉得我们是要过桥的, 然后我们在这桥头, 我们就分手了, 然后那个女孩还送我一串手串, 然后她说,呃, 呃, 这是我爷爷给我的, 你带着, 保你平安的, 我说不要吧, 这是你爷爷给你的, 你自己留着, 然后她非要我拿着, 非要把她套在我的手上, 她说, 你拿着, 保你平安的, 你会一路顺利的, 成功的转门山的, 然后那个时候, 哎呀, 非常感动, 就真的觉得, 她真的是上天派来帮助我的, 因为可能我身体比较,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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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后来,呃, 她还拿那个手机, 然后,呃, 拿了一张自拍, 我跟她自拍, 结果我也应该跟她拍一个, 后来我就,呃, 离开分路走了, 然后我就慢慢就走, 走走, 其实真的真的很辛苦这一天, 因为可能还需要适应嘛, 那个地方大概, 我们住宿的地方大概五千米左右, 但是后来呢, 知道嘛, 我们有, 当时有个人走丢了, 我去到那边, 因为我是走的最慢的一个, 因为我有气管炎嘛, 我就慢慢的走, 慢慢走, 慢慢走, 我应该是最慢的一个, 但还有一个人还没回来, 然后我们就担心, 因为其实,呃, 他沿路就在拍照片啊, 怎么怎么样, 很想说啊, 然后, 为什么他走的应该比我快, 为什么还不见人啊, 原来他真的走丢了, 他没有听到, 有说, 他就没过桥, 因为那边有两个住宿点, 一边是就是指日寺的下面, 呃, 另一个住宿点就是对岸, 然后, 他没过桥, 他去了对岸, 然后去了对岸呢, 那然后就, 就派人去找他啦, 我就说, 应该可能他没听清楚, 然后他没过桥吧, 他也自己一个人走, 然后后来真的是在对面找到他, 然后, 很巧克, 就是因为他走丢了嘛, 他就觉得, 欸,为什么不见我们的人啊, 然后到处再问, 然后又, 又找到那个, 把我背包的那个女孩, 然后那个女孩还给他看我们俩的照片, 然后他就说, 啊,对了, 他走丢了, 然后最后也希望把他找回来, 呃, 但是沿路那些藏人, 真的给我的印象挺深的, 他们就是很友善, 还有很虔诚, 就是刚才, 就是第一段的视频, 就是我在第三天的时候, 走路, 然后, 就看见, 真的看见那些藏人, 他扣肠头, 他们当地人就扣肠头, 就是他们没走几步, 他们就整个人就贴在地面上, 然后再起来, 再走几步, 然后再滑下去, 整个人, 就是五体头低的一样, 就是在库床头就扣败, 沿路扣, 我好像之前有看过一些视频啊, 有介绍啊, 他们就这样全程的去转善, 但是那次真的是我亲眼的看见, 我就觉得, 哇,真的非常非常的惊讶, 还有就是很感动, 就是有点, 不知道什么东西, 触碰到我的内心, 就是那种虔诚, 就是我自己问自己, 我真的没有他们这么虔诚, 我们走一个山林, 觉得这么辛苦, 他们还要这样子, 所以, 真的, 那个藏人给我的印象是非常非常的新, 非常非常的深, 不好意思, 我的普通话有点, 是广扑, 呃, 啊, 讲到那个藏人, 真的, 真的, 不知道讲什么, 他们真的非常的好, 非常的虔诚, 然后, 其实, 还有比较, 呃, 难忘, 就是他们那种虔诚的程度, 就是, 他们真的可以, 尽管他们送命, 他们也会去转山的, 因为每年去转山的话, 都会有人死, 他真的不是说笑的, 说笑的, 我记得我第一次, 呃, 呃, 当我真的去到那个, 呃, 起步点的那个小村的时候, 叫塔,塔千, 我们刚到的时候, 我们在等分配房间嘛, 然后那个住宿里的老板, 他们在, 在跟人聊天, 他们就说, 哎呀, 昨天要死两个人呢, 这样, 他们, 他们跟说, 好像在, 在,呃, 呃, 在聊天的, 不是有很惊讶, 就死了两个人呢, 不是这样子, 他们觉得好像那些事情就是, 呃, 有时候就会发生啊, 就没什么, 没什么,呃, 年纪比较大啊, 或者是有人是高三症, 那就死的, 一般都是可能是西藏人, 或者是某一些英语人, 其实, 其实也有,呃, 怎么说, 这不是平常我们去, 去,去, 去爬山的这样子, 因为, 有些人可能高凡啊, 有些人可能会,呃, 爬山的时候有意外掉下来啊, 或者说, 在,呃, 骑马的时候, 在马上面摔下来啊, 呃, 不同的意外都有, 所以我们真的很幸运, 我们可以很顺利, 很平安的转弯, 转弯山, 特别是因为我有, 我那个时候有气管炎, 但是我就没想这么多, 我就把它转弯, 我就不去想太多, 慢慢, 一路走的话, 一路就不要想这负面的东西, 慢慢的享受那个过程, 然后, 第一, 第三天, 呃, 第二天的时候, 其实, 我在, 走路的时候, 他就下冰雹啊, 然后, 对面山在省山的那边, 又打雷啊, 又下雨, 但是, 因为我, 我就有装备嘛, 都是爬山的装备啊, 那些冲锋衣啊, 防水的鞋啊, 防水的鱼库啊, 然后, 呃, 都是准备好的, 所以, 下雨的话, 也不, 也不怕, 因为下了雨以后, 如果你身体是湿的话, 以后是湿的话, 会更, 更加冷, 然后, 因为, 呃, 更努力生病, 当时, 因为我装备好, 所以, 没有, 没有, 担心太多, 还是挺享受的, 一度上, 都非常的享受, 尽管, 沿路, 大部分时间, 都是我一个人, 但是, 非常的享受, 呃, 呃, 我记得我临去之前, 我在网上搜资料嘛, 然后, 呃, 在我们, 我们香港可以看YouTube的, 在YouTube有一位香港的少年, 然后, 他就去西藏的旅游, 西藏旅游, 然后, 他自己一个人去, 坐火车去, 然后就拍了视频, 在那个YouTube上面, 然后, 他去西藏, 他参, 呃, 到了西藏, 才报本地的旅游团, 然后呢, 后来他去了, 他就要选择, 他要去港人波西转山, 还是要去别的地方, 但是, 因为他完全没有宗教的, 他没有, 没有信仰的, 但是他去, 为什么要选, 最终要选那个团呢, 就是因为, 他想讨证, 讨证自己, 他就想, 如果他真的能完成的话, 他就讨证自己成功, 然后他就选了那个, 然后就, 研究拍了, 转山的过程怎么怎么样, 我也是看他的视频去准备的, 然后, 很, 呃, 就是我观察他的脸, 然后他从香港家出发的那一天, 他的脸, 然后他到了西藏以后, 他的脸色, 然后, 从他开始转山, 在台前出发的那个时候, 在看他的脸, 然后他转完山回来的时候, 看他的脸, 他的脸色真的有变化, 真的非常不一样, 脸色是比较有光亮, 散发就那种, 呃, 呃, 普通话不知道怎么形容, 就是, 转完山三天, 他转山三天, 然后整个人的脸色不一样, 这是我看到别人, 从别人身上看到的变化, 然后他完成的那一天, 他还拍, 拍了个, 呃, 呃, 视频就是说, 妈妈, 我转完山了, 我还活着, 我还没死, 因为他就说, 他转山的第二天的时候, 是最幸福的, 在盘上那个五千六百多, 叫到五千七米高的那一天, 是最, 最幸福的, 他自己要想放弃, 然后呢, 他也, 也在说, 很多藏人, 他会帮助你的, 他们就是要, 呃, 呃, 很善良的, 他知道你, 也受不了的, 他, 扶你也把你扶上去, 嗯, 还有很多藏人, 他一路走的时候, 一路就唱歌啊, 很松容, 很, 很轻松的, 就这样走, 然后, 真的严慕, 虽然我没碰见, 太多我自己的队友, 的团友, 但是我碰见那藏人, 我就, 看见他们, 我就, 很开心, 就这样子, 然后呢, 呃, 转完山之后, 带来什么变化, 第一, 我在别人的身上, 我看见变化, 就是那个, 那个少年, 他, 完全没有用到信仰的, 他转完山回来, 他的脸色已经不一样, 然后我自己的话, 我, 就是, 我, 尝了我自己一个心愿吧, 啊, 然后, 就是, 因为这么, 这么困难的那个, 呃, 旅程我也已经完成了, 所以以后, 就, 呃, 就在面对我自己的人生, 其他的逃见, 就可以更加, 呃, 呃, 慫, 慫容的去面对, 就不会觉得, 哎呀, 这是什么一件大件事啊, 什么什么呀, 因为, 真的可以, 呃, 差不多要去到, 跟皮力尽的那个环境, 自己也能熬过去, 所以, 好像在这个世界上, 也没有, 呃, 没有比这个更困难的事情啊, 所以, 其他事情就可以更, 呃, 更容易去面对, 也不会这么容易放弃, 因为其实我觉得转三, 当然我们体力, 是需要体力的, 但是最, 最重要的是我们的毅力, 是我们的意志力, 如果我们不放弃的话, 我们一定能够完成的, 尽管我那个时候, 已经有气管痒, 就咳得, 咳得要命了, 所以, 我也, 我也有一点点想法, 哎呀, 如果真的我会有问题的话, 那是因为我们有导游, 所以导游不在我们这边, 导游都是照顾在老外, 然后, 但是有什么事情的话, 我觉得一定会有人帮助的, 所以, 就是不要去想, 不要去想, 然后就, 就专心去, 完整, 完成那个转三的那个旅程, 然后最终真的, 完成了, 但是, 真的是非常的艰苦, 非常的艰苦, 因为我一路走, 一路咳嘛, 走几步, 又这样咳, 但是, 真的整个非常长时间, OK, 谢谢苏珊姐, 这么动人的分享, 那接下来, 我们有请第三位嘉宾, 艾美姐, 艾美姐, 来自马来西亚, 2018年7月, 徒步前往, 刚仁波旗, 她在有感中说, 其实我并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转身, 因为其他人都是徒步前进, 而我起码到达第一个营地, 我在那里度过了两个愉快的夜晚后, 返回了村子, 而其他人继续了他们的旅程, 但即便如此, 我觉得自己能够到达一号营地, 能够近距尼的看到刚仁波旗, 已经是非常愉快, 幸运的经历了。 嗨,艾美。 嗨, Good afternoon. You are Jishimata Ji. Thank you for inviting me to this meeting. Thank you. Like Janet said, I have, I never thought of trekking to Mount Kalash. I didn't plan for it. Actually, when Hong Fang said she's organizing a trip, I said yes immediately, without knowing where I'm going. So when I signed up, I actually thought that I was going to Xinjiang, you see. But when I saw the itinerary, it was to Tibet. And the, the thing that worries me a lot was the three day trek. And I spoke to Hong Fang and said, and she said, don't worry sister, you just ride on a horse. You don't have to walk, you know. And after that, I checked with my doctor and my doctor said, yes, you can go to Tibet. no problem. Just do everything very, very slowly. So I, I didn't worry. I just said yes. And I, that's how I went to, went with Hong Fang for the trek on Mount Kalash. It was, it was, it was through a series of misunderstanding on my part, you know. Maybe you can translate that before I continue.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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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think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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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think I did it for my sailor. 就问,我有这个,就是,这个样子,就是能不能去,因为我的腿脚行动不方便。那洪芳姐就说,没问题,你可以就是骑马,骑马,这样你又可以感受风光,又不用就是走很多路。那这样就没问题了。然后这,艾美姐就说,那她就咨询了她的医生之后,然后她就决定去西藏了。 是的。 And, and the thing is, I also did not know that we are going to aerospace camp, or that the mountain that we are going to trek to is Mount Kailaj. Because, the itinerary, the name are all in Tibetan, and I didn't ask, you know. So, the funny thing is, when everybody was looking at this big mountain, and everybody was so excited, I quietly asked the tour guide bandana I said what is the name of this mountain in English and he said oh this is Mount Kalash so I kept quiet because I actually didn't know until then that we are going to oh no sorry he said that this is Mount Everest you know I didn't know that we are going to Everest base camp so I kept quiet after that but actually I didn't know until I was in front of the mountain I think maybe maybe I'm supposed to go there because although it's not planned by me everything works out very fine the permit came in you know it took more than a month for me to get a visa and my permit to actually go to Mount Kalash track only came the night before we started out for Mount Kalash I think it's also good that I don't know where I'm going and how much travel time is involved because every day we are on the bus for 9 to 11 hours sometime I think if I have known that I'm going to these two mountains I may have not joined the trip but because I don't know I just left everything to Hong Fang I left everything to tour guide and I just have a very happy time and I really really enjoyed my trip to Kalash and all that 今儿爱美姐呢 她是因为她并不对 就是去多少天 就是行程啊 就是转山多少天啊 她没有一个 她没有一个 她有一个大概 但是她并不是很具体的清楚 所以呢 因为这样 所以她更加享受 她就比较交托 她就享受 那就跟大家一块 因为她不是她自己一个人去 她是跟团一块 那她是跟大家一块去 所以即使坐车 9到11个小时 她也觉得是很享受的 因为她并没有计划 and and I think if I've known all that I may not have gone because I would have been worried about too many things so sometimes it's good not to know 她觉得就说 她很幸运 她并没有 就是 是跟团 而不是自己一个人 因为她如果是自己一个人去的话 她可能会担忧很多事情 就担忧就会计划很多事情 就不能很好地去享受那个旅途了 and to share with the group I was actually not prepared you know because Malaysia is a very hot country I don't have clothing for cold climate you know but I think I'm protected because although it's very cold there I didn't suffer much from the cold I was okay you know but I have to put like five layers of clothing on me 就是因为 I may姐说就是 马来西亚是一个比较热的 就是国家 当然她 西藏的话就因为就是气候啊 那些就是四季 就是可能都在一天 他们并没有 他没有那种就是 那种装备 就是冬天的那种装备 所以她就会把五件 五件那种 类衣 就是衣服穿在身上 就是裹五尘 这样就不会冷 所以她觉得还好 所以她觉得还好 so if you look at my picture 其实 I look very very big because of all my extra clothing 如果看她的 她现在在回看她的照片的时候 她会发现自己就是 相对来讲就是 胖了一圈 这是因为 很多衣服 就五层衣服都在里边 就еть会 Ruces It is not easy to describe my feeling for the trip but I want to share something at one point in time I was just sitting down and I was looking at the things around me the plants the mountain you know the lake and and the tears just came you know It's not a tear of of sadness it's not a tears of joy but I felt a lot of love it's like I was really connected to mother earth you know and mother earth has given us so many beautiful things you know and and the tears just came you know it's a very I felt a lot of love a lot of love surrounding me and also because um during the trip in 19 um in 18 2018 um I was the most senior in the group you know I was 61 years old then and everybody was worried for me so um I think the Bandhan was told by the local local um Mount Kailash guide that I cannot go out walking on my own somebody must accompany me at all time because of my age you know and I was very lucky everybody in the group took very good care of me and I have extra love from everybody um yeah I just like to say that um um I although I only make it to camp one and that also because I was riding on a horse it is a blessing already to be able to be there to see Mount Kailash in front of me to enjoy the you know to enjoy what mother nature has given me and I really have to thank mother for all these blessings yeah thank you 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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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nk you for sharing uh uh 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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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ery very um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你好 哈喽 我看一下视频啊 那我们大概的堂堆有没有21个人哦 对 知道你们现在正在转身的其中 我们就在扭习工脚下看看 哦 好棒好棒 对 这是你第二次去钢仁波急转身 听说你们这边有21个小伙伴 能跟我们大家都分享一下吗 可以啊 我们其实我们刚开始想 这个节目 一期节目时常有限制 就少几个家人分享 可是大家因为转身就是体会太深刻 好多家人 好多姐妹兄弟都想一起来分享 所以我们就说每个人少说几个 最核心的部分说了 可以吗 能听到吗 嗯 能 能 每个人 对 那我们先 我先介绍一下这位美女 她的名字 凡个名叫林 英文名 哦 英文名 然后她想告诉我们 她的感受 就是 嗯 就是说 这次转身是为什么 嗯 我觉得转身是 内心的一个愿望 然后 今年的话来 这边就非常的合适 然后我们也 很奇妙的就是 我们能有21个人来 我们都觉得很开心 然后我们在 这个过程当中 就觉得 受到了很大的祝福 嗯 而且我们这个团队 没有很多人有高反 导游 导游都说 我们这很神奇 然后 是啊 然后 然后在这个过程 因为我们还有两天的时间 我们今天是在这里 大家一起做冥想 然后我们感觉到了那种 天人合一的状态 然后每个人都非常的享受 然后我们也希望就是说 嗯 有 将来有愿望来转身的人 都可以感受到这种 内在的平安 能够感受到这种 天人合一的这样一种状态 谢谢 这个是我们的 南迪尼姐姐 她可是第三次转身 这是她的第三次 南迪尼姐姐跟我们分享一下 就是 转身 三次转身之后 有什么变化 三次转身的变化 嗯 第一次来转身呢 就是 注意力差不多 我第一次来的时候 当时是想挑战这种身体 但是我是一个严重的心脏病患者 然后挑战来了以后 第一次 当时我全部的注意力都在身体 这种感受上面 感受很难受 结果有一段时间 有一段路程就是 骑了马 完成了 结果就感觉到没有缘嘛 所以 那是第一次 第一次是16年来了 第二次就是18年 18年来的时候 就是为了完成 第一次没有实现的愿望 没有 想圆满这个过程 好 这一次来呢 就明显的感受不一样了 这次明显的感受到整个团队的 呃 从小伙伴们 大家都非常的相亲相爱 而且非常的就是 很有爱 这分之间大家都 不想照顾啊 都非常的有爱 很特别好 而且在整个过程当中呢 就是特别的享受 而且随时随地都可以将那个注意力啊 就可以就是调整到一种很好的状态 呃 所以今年的这种状态 呃 就是一年比一年 就是今年是完全就感受到不一样了 就很容金了 很享受了 时间 好吧 那是 考虑时间的问题 那呃 有一个点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有一个内容就是说 呃 为什么我们想要来转山 呃 对我自己来说呢 就是我这次体会特别深刻的就是我们这21个人的团队 我们好像似乎就是达成了一致就希望 就是在这一个特别不平凡的2020年 我们都说是非常魔幻的这一年 嗯 不是为我们自己是 通过我们的苦行 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转山的过程是很艰苦的 我们几天就两三天我都没有洗过脸 然后也没法洗澡 就是条件很艰苦 所以我们经历这个苦行 是为了众生 就是是为了整个世界的和平 大家都有这样一个共同的心愿 为世界和平 呃 呃 献上自己的这一份苦行来呃 呃 呃 祷告世界的和平 嗯 因为这一年大家都不容易 所以我们就希望 啊 看看对面的山哈 那我们不说太多了 我们先让大家看一下对面的山 然后我们想通过音乐的方式 呃 带大家 感受一下 就是因为呃 呃 有一个繁文的音乐 专门是唱送这个山的 所以我们先跟大家看一下这个山哈 能看到吗 能看到吗 好 那现在我们面对着这个神山我们一起 线上一首通过一首歌的方式 来线上我们心底深处 对神圣的 二人波齐风的敬拜 和崇敬 和内心的崇敬 下一声 一首歌的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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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所在的每一个团队 就像我们这次的21个人的这样的一个团队 我们首先我们这个团队是和谐的 平安的 有爱的 爱流动的 我们才能够把这一份平安 和谐和这种和平 传递给世界 那我们想邀请大家 将我们的右手 将我们的右手 放在我们的头顶 就是这个方法可以帮助我们 先放松自己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 和别人有争吵啊 或者说不能够感受到我们内在的 已经是因为太紧张了 所以我们就用这样的方法 先让自己放松下来 我们工作很忙 很多很多的事情 所以我们要学会让自己放松 所以教大家一个放松的方法 可以先将右手 放在我们心脏的位置 对 先将我们的右手 放在我们心脏的位置 我们可以轻轻地闭上眼睛 感受于我们内心的一个冷静 我们往往走着走着 就把我们的内心给忘了 把我们的灵魂丢在了后面 我们现在等一等它 等一等我们的心 让我们和我们的心 让我们一起的合约 在这里我们感受 与我们内心的合约 在这里我们感受 我们内心的合约 在这里我们感受 我们将右手 放在我们的左边 然后把我们的车转地转起来一眼 就是这样放松自己的 这样子 闭上眼睛 然后在这里 我们可以对自己说 我们常常都说 大自然无心 大地无心 那这里我们要说 无心 是所有一切 生物灵魂的最远头 最远之的无心 我们称它为太主之物 是生命的最远头 我们都希望 与最远头相远积 那这里我们就找到 太主之物 请让我感受到 我们的生命万物 融为一致的感受 因为我们是万物之灵 所以请让我们感受到 世纪 上方 完全非恶情的无心 是命的最远头 男群 的生命万物之灵 直到古文所說的 真理中間 直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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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外国的朋友关注 所以我们会一句中文 一句外文 我们来做这个祷告 那我们会在这里 为整个世界来做祈祷 我们希望整个世界 都能够得到和平 祥和与内在的平安 我们希望整个世界 the harmony and auspicious could fully establish in this world 我们祷告 圣天的好爱 正法 可以在每个人心中 得以建立 we wish the love from the God could established in everybody's heart and tarma 通过我们每个人 建立我们自己 内在的平安 平衡 和和平 从而 能够使整个世界 都能够得到 平安 和平 和吉祥 through establish the peace inside everybody so that the whole world could have the peace have the harmony have the love 我们希望上天 能够祝福我们每一个人 能够祝福我们整个世界 而我们也能够去 热爱我们的环境 热爱我们的世界 谢谢 we wish the divine love could nourish the whole world nourish the everybody's heart so that we could love this world okay 非常感谢大家加入我们 一起为整个世界 做和平 做祷告 因为在这个2020年 每一个人 都过得不容易 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 这样的一次尝试 用我们的 八字内心的这种祈祷 为世界和平 带来一些 我们内心的力量 好 非常感谢 谢谢子姨和你的 谢谢 祝你们走行 祝旅图以外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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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到此 四位嘉宾们的分享 就已经结束了 谢谢嘉宾们给我们带来 这么美的 刚仁波旗 谢谢你们给我们带来 这么多真诚的感悟 我代表尼亚曼拉乌国界 艺术沙龙 感谢大家的分享 我相信听众们都有自己不同的收获 对深山也很不一样的认识 最后我想用一首诗来结束今天的直播 它和结束都在一个点上 看似顺步不动 识者已喜欢你 走过山 走过水 最后回到原点 看过山 看过水 最后看回顾里 误过山 误过水 最后误回自己 让大家都能误回自己 找到自己类心的力量 那让我们相约下期节目 大家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